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的 最近好久没开箱非正常的游戏了 可能新观众都以为这里是个正常的游戏评测频道 勇者不怕地下城 该游戏在中国叫做元素坊间 开发商为Lulu工作室 隶属于上海云苗网路旗下 该游戏在中国有两个版本 最早版本是在2020年上架 而最新的初新版 则是交由广州异欢网路旗下的海南异界科技发行 在今年的四月上架 这间公司的相关细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稍后去右上角了解一下 而台湾的代理交由在台的关系公司 某块游戏 而这款游戏在2020年时 就与元素契约在台湾上架过了 当时是交由港商维维数位科技代理 这件我没有去深挖 不过大概率也是中国的某公司代理空壳 但这款才在今年的1月20号官府 结果现在又灰图转身 说实在这剧本真的很好用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上演了 虽然有时候台湾人常被刷很健忘 但其实也没有这么快 厂商要割韭菜 好歹也在忍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那老惯例我们先验证一下 我们可以先从以前元素契约官方FB 对到中国元素坊间的官网 可以找到几个熟面孔 像这位法师 黄山士 还有这一副从FET穿越过来的射手 而同样的目前台版 勇者地下城的官网角色 也能在游戏中找到 总之这三款 不能说是毫不相关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厂商真的也是满感的 开发一款就想吃三代 那就来看游戏吧 美术是走这种怀旧的老游戏味道 说不上精致什么的 整体就是几年前 卡牌游戏常见的横轴式风格 而角色走的是这种卡牌养成玩法 常见的职业、品级、一键换装、突破等要素都齐全了 每种职业造型也会随着升接或者购买时装解锁 然后我看到这个兽娘 明明好好的 却硬要搭上一个孙悟空的造型 甚至你还可以花钱买个唐三藏 想搞文化输出也不是这样的吧 在抽卡界面中 你还可以找到那些比较高级的SP剧情英雄角色 就是你在官网可以看到的那些 他们是想有高规格待遇 有各种的专属利会跟人设 当然如果你想带美丽的人物出场 就先问问自己的口口口不够 战斗是结合传统RPG 并以Rogelike为基础 让玩家借由四处探索彩格子的方式来触发事件 一开始我是觉得蛮像灵魂潮系的 但进入战斗后就发现 它完全是另一款的简化版了 这我后面会提到 而路上的触发事件 很多都是塞满无关极要的垃圾文 没太多关联的剧情 都是在一直重复性的对话 说实在的一开始玩还行 但看多了真的只想一键跳过 而战斗方面是结合DBG牌组的元素 这类型之前在魔晶物宇周永提过 但玩法又跟我上一款提到的问题 一毛一样 想缝合仰车教宿 又想搞肉哥 就很容易变成是不像 完全失去策略跟随机的可玩性 就是纯纯的比谁拳头大 打不过就回去养肥再来 再打不过 就是掏出你的魔法小卡来解决 甚至还有自动模式 直接变成了回合制战斗 回归到一般的卡牌扬成 并且毫无策略性的那种 课金方面就不多提了 标准的就是那种 能塞多少塞多少 能割一点韭菜吃一点的做法 真的是看都看腻了 而这款玩法我个人认为 很大的程度是借鉴 杀戮监督这类的作品 厂商在自以为很有创意的 加入抽卡养成的课金要素魔改 把这类游戏最为核心的牌组玩法 做的稀烂 真的是有你的 结论 画虎不成反类拳 刻虎不成上类物 基本上就是一款你可以跳过 不用太期待的游戏了 那今天的影片可能有点短 那后面我就来闲聊一下 如果不想看的话 我们就这边说再见了 上一支影片我有提到 中国近期游戏的困局 那篇文章大致的讨论上就是 现在手游市场的内卷文化 简单来说以前做游戏 只要投入少量的资金加买量行销 就能快速成就一款 暴富的金融商品 因为自负容易 导致很多厂商跟开发者 都活在以为自己技术多强的美梦中 但从今年或者更早开始 玩家群体的付费力下降 或者转成目的性消费 然后又碰上中国绑号紧缩 跟限制游玩的政策 导致以往借由 复制在快速量场化的链材方式 已经不怎么奏效 尤其像过去腾讯这种 可以靠自家通讯软体 来快速传播大量病毒割菜的方式 是完全碰壁了 所以各家有能力的大厂 选择出海到国际市场 这几年甚至比过去更为平凡 但与其说是国际市场 主要还是只能在亚洲国家竞争 因为很多强克金导向的做法 普遍在欧美国家是很难被接受的 除非你的名字刚好叫暴雪 而面临各类同行竞争 变成是在比谁广告投入更多的比拼 回本周期拉长 更多的是连利润都赔进去了 而市场同质性的产品又太多 很难吸引原本已投入其他游戏的核心玩家 除非你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来竞争 但结果回头查发现 做不出来也学不会 手头既没有能开发高端产品的技术人才 甚至还停留在好几年前那套借鉴复制的思维 而对于高投入成本开发的惧怕 导致还是选择走回投入的死循环 而成果可想而知 玩家的思维在不断的进步 选择也不像过去那般封闭没得选择 感谢那些垃圾游戏的衬托 让好游戏越凸显发光的价值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好 你看 我们下次见 一会儿 我们下次见 就会 人还是 想